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把他偷到吃中午饭 林慧笑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想法一样 陶安宫下篇第一小节 陈代曰 不见诸侯一若小人 这是陈代跟孟子讲 老师 你不愿意主动去见这些诸侯国 到了那个地方 不会主动求人引荐 您未免太受于一些古理的约束 拘泥在小节吧 尽一见之 大则已忘 小则已罢 假如你愿意主动去求见 各个诸侯国的诸侯王 如果运气好 这是大国 你就可以辅佐那个国家 他就达到望天下的什么 一个志向 那如果碰到小国呢 因您的一个领导 也可以辅佐那个国王 达到称霸天下 称霸一方啊 所以志曰 志就是古书讲啊 往尺而直询 往就是趋啊 你往后退一尺啊 直询 你可以得到八尺 以退为尽嘛 你又何必这样子拘泥于小节呢 一若可为也 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 意思他鼓励孟子 不要拘泥于一些的道理 你应该主动去要求建这些诸侯王 然后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报复啊 孟子就回答 陈孟子曰 习齐井公田 齐井公到出外游猎的时候 这个叫做田 田猎的意思 他招于人已经不至江沙之 那齐井公在田猎的时候 因为有事情 要叫守护在旁边的愚人 愚人就是看管这个圆院的官吏 他用旗子把它招过来 可是他用的是旌旗 以前的距离很遥远嘛 他用灰旗 我们面高中的时候 有学过军训课 要学习这边什么密码 那边什么密码 我完全都忘掉了 我都是这样子灰 结果这一个愚人 看到齐井公派人摇的旌旗 他既然不奉照 齐井公一怒就要杀掉这个愚人 这件事情传到了 到了孔夫子的耳朵里的时候 孔夫子不是 孔夫子齐井公不对了 齐井公是燕音那个时代 孔夫子曾经讲过 知识不忘在篝祸 勇士不忘丧其远 他说一个有意伸展大道的人 他在行进的过程里面 时时刻刻要忘却的 贫贱富贵的一个什么 一个影响 他才能够在富贵的时候 守住自己的本 在贫贱的时候 不移自己的志向的意思 这不忘在篝祸就是 不论外在环境多么艰困 他不要忘记 他立的志向是在哪里 那一个真正勇武的人 他要为国冲锋陷阵 他随时要有抛头颅 洒热血 一命交付给国家 马格果师的那种心态了 他说孔子西取燕 孔子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认为这个愚人被杀 却死得其所呢 取非其招不枉也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愚人为什么不奉招 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 后学去查 如果要招旁边守原力的官 他要用皮罐 皮罐就是制的 那个旗子的质地不一样 如果是照旁边陪侍的大夫 他才用旌旗 所以这个愚人 看你拿到的是旌旗 不是叫我啊 你不是叫我 干嘛要往前面跑 他守住他的本分了 可是齐景翁认为 我举旗是叫你过来 你为什么不过来 他没有反省 是他自己错用了好志 而一心要杀那个愚人 可是孔子是赞美这个愚人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即便是命在待系 他分内该守的礼节 他丝毫不欲举啊 所以如不带其招而往何栽 那一个堪圆圆的官吏 尚且国王用不合理的旗帜 照顾他 他宁死都不奉招 那我要到各国去推行大道 这些诸侯王不来主动找我 我为什么要毛遂自荐呢 于是 且伏王齿而执行者 以利言也 你讲的往后退一步 可以得到八尺的什么 一个好处 那是你站在利的角度来讲 以小博大嘛 对不对 以少赢多啊 那如以利 则往寻直尺而利 亦可为宇 如果站在利的角度来看 单纯就利严利 那如果我往后退八尺呢 退八尺 我得到一尺的利哦 就是我付出的 我得到的少 他还是得利啊 那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吗 那我们一般人大概不会做 我退一得八我可以 我退八我只得一 我不是损七了吗 既然你要用利来讲 我就用利来回答你 他后面就讲利跟义的差别 习者赵检子使王良于必牺牲 赵检子有一个宠臣 叫做西 有一天宠臣想要到外面去打猎了 过去的打猎就是要坐在那个 马车上面 就要有专门的马夫去驾车 王良是当时在国内相当有名 会开车 会驾车的人 所以这个西就跟赵检子要求 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人来帮我驾车 赵检子宠爱这个人呢 当然就答应了 答应了以后 这个人驾车驾了一整天 终日而不获疫情 驾了一整天的车子 王良坐在 不是那个必吸 那个吸坐在王良的车子上面 连一个小鸟都没有射到 没射到以后 他回去不反应 他自己的射箭的技术不好 他回去必吸反命约 反命约 他就回来以后 就跟谁 跟赵检子讲 你说那个人很会驾车 我看不怎么样吗 天下之剑功业 没有人比他更烂的了 你看我坐他一天的车子 在那边打猎 我连一只蚂蚁都没射到 所以后已告王良 这个必吸讲这句话 必吸那个必不是他的信 宠信的宠臣啊 就有人把这个话又告诉了王良 王良请约 王良约请父之强而后可 他就主动去找 找这个吸 就是赵检子的宠臣 请让我再为你驾一次车 结果这个吸不愿意 前几天你带我驾了一整天 我一只小鸟也没有射到 今天我干嘛要徒劳无功呢 所以他不愿意 再三的王良去勉强他 游说他 他才点头答应 一朝而获时期 这一次出门啊 一下子就射了十只大鸟 野兽就得到了 哦这个必吸反命约 这个吸回到了 这个朝廷就跟赵检子 赵检子这样 哎呀这个王良天下之良工业 这个国内没有人比他更会驾车的人 我们也常常如此啊 如果你能够满意我的一切的要求 我就认为你是好人啊 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你全部的一个 这个回复的时候 我就认为你也没有多好啊 我们都以自己的得失 论别人的好坏 却从来不反省 我的要求合不合理 或者我去坐在人家车上 是不是我射箭的技术 不够什么 不够精良 于是必吸跟赵检子讲 赞美王良驾车的技术很好 赵检子就讲了 我是掌与辱胜 我派他到你家专门替你开车 好不好啊 结果这个必吸当然答应了 答应以后 这个调职的命令就传给王良 王良不接受 为王良良不可 我不答应 我不愿意 他就讲 他约 无畏之犯我屈迟 我那一天带这个锡 去外面驾车打猎的时候 我用的是开车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我们讲高速公路啊 100吗 你不能排个60吗 一般道路50了 你就不能开100吗 就是我一切都照着 驾车人该有的标准 来为他驾车 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坐在马车上面要去打猎 古里上他有谈到打猎的规矩 就是你的车子跟在情 当然不会跟在情 情都飞在天上了 跟在兽的后面跑 可以 你去射杀他可以 可是你的车子 不可以对着兽的中间转过去 然后射他的中间 不可以 很君子之风啊 那这样显而易见 在后面追着跑 很不容易射到啊 因为横着摆有没有 那射中的面积就很大了嘛 那后面各位前前 那个背影背部是很小的啦 他说终日不获一 一整天下来 他自己的技术不好 连一只也射不到 因为拔心太小了 我一只诡异 那我前天又去帮他驾车 这个诡异就是 我把我驾车该有的标准 全部丢掉了 规定是 我只能在野兽的后面 开 驾着马车往前跑 我不可以对着野兽 直直冲过去的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叫做鬼欲啊 所以为什么礼乐 舍玉叔叔啊 这个舍 这个玉 他列为古时候的君子 你必修的科目 他里面有太多做人的大道理 你要去涉猎 也不可以为了满足自己 意己之所需 你完全不照章法来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君子不为也 那天我就这样子 不照着规矩来了 反正看到野兽 我就冲过去了 那天一大清早 他就射了十支了 那像这样子的人 他就引用诗经讲 诗云 不失其耻 舍死如破 这意思说 一个驾车的人 要谨守他驾车 该有的一个风 一个氛围 一个法度的 那你射箭的人 在驾车的法度之内 你自己的箭法要很精巧 所以你能够一箭 就射中你的 这个所谓的目标物 那现在我要丢掉 我驾车的标准 去配合他 不照君子之道行 我不惯于小人 请辞 我不去跟小人开车的 所以我不做 所以当司机 多么有节制 现在酒醉驾车人 都应该去读这一篇 对不对 色列的规矩 旅记上面有记载 情处一面而来 不可以射的 侧面经过 不可以射的 背后追赶 才可以射的 我没有去看这些 我也不知道 他说欲者且修于 舍者 必 他说这个驾车的人 尚且认为 跟那种小人在一起 他修于跟他为伍啊 同党 必就是同党 我何必要阿于他 来博得他的欢心 然后让他来赞美 我是一个良公 我不屑于啊 必而得禽兽 虽若丘陵 浮为也 我如果要阿于奉承他 照他的意思 随便就开车 失掉了我开车 应该有的规矩 纵然在这种情形之下 帮助他达到的猎物 堆砌的像丘陵一样多 我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拉回来 孟子就自己讲了 如枉道而从比何也 那驾车的人 尚且不肯如此委屈自己 那我一个要推行 人道的人 枉道就是 我把我的道先摆在后面 去顺从他的意思 只不过希望 他能够先采用我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写此过言 你错了 枉极者未有能职人者也 假如我一开始立场就不正 规矩就不严 我哪有资格到后面 去纠正人家的行为呢 身不正 也能证人吗 第二个小节 景春说 公孙衍 张仪 起步成 大丈夫灾 这个景春 是朱子柏家 纵横家的一个拥护者 所以他所赞赏的人 都是纵横家 而所谓的纵横家 在战国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只讲个人的民根力 他们不顾国家的安危 所以为了个人的名利 他可以回过头来 去打自己的祖国的 所以纵横家 基本上是小人的作为 可是景春 他是纵横家的 有护者啊 他就讲 公孙衍 张仪 是天下的 大丈夫啊 因为公孙衍 张仪 他们本身就是战国时代 很有名的纵横家 纵横家 就是现在讲的 说客啦 不是很多政府 有设的公关人士 做说客吗 有没有 什么华府有说客啊 什么地方有说客啊 他一怒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喜 为什么说 他们是当代的大丈夫呢 因为这两个人 如果生气 诸侯就很害怕了 诸侯为什么害怕 我惹你生气 你明天就搞一个合纵 搞一个连横 连横五国六国 来打我这个国家 所以各国的诸侯 对于这种纵横家 都唯唯诺诺 唯恐惹他们生气 你就串联其他的国家 来打我这个邦国嘛 这个叫 以怒而诸侯聚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人 只要坐在家里面 鼓动他的三寸 不烂之舌 他很舒适 天下就太平 没有战火了 他是这样子 肯定中文家 结果孟子讲 誓焉得为 大丈夫乎 公孙衍 张仪 怎么配称为 大丈夫呢 子未学礼乎 你没有读过礼记吗 你没有读过礼吗 孔夫子讲 不学礼 无以利吗 如果没有学礼 就是没有学规矩 就没有做人的资格了 那礼记上记载 丈夫之冠也 负命之 小孩子长到二十岁 成人了 他要行家冠礼了 由他的父亲 亲自跟他教导 教导 做一个成人 大丈夫 该具备的一个条件 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女子要结婚的时候 母亲要来教导 这个女儿 叫你为人父 为人习 为人母的 这个责任跟规矩 母命之 古生人真的是如此教导 后学长到 我念高中念高一的时候 父亲就不管后学了 我母亲有一天来找后学 他跟后学讲 他说以后你就是高中生了 你爸爸昨天找我讲 而女儿的教育以后 我不能再插手了 因为他长大了 以后就是由你母亲要出面 这个女儿如果没有规矩 就表示你母亲没有负起责任 我确实在我高一的时候 就听我母亲这样子跟我叮咛过 他管得很严呢 你睡觉的姿势有没有 有一次在睡午觉 我也不知道姿势有什么不优雅 睡得很舒服 突然一巴掌就打到我的背上面 我妈妈打下去的 女孩子睡觉怎么是这种姿势 什么姿势我也忘了 可是从我念高中开始 后学的房间大概五六平大 是在阁楼上面一层独立的 父亲就再也没有进过我的房门 他要来找后学 他会在门口叫后学的名字 我要出去 他再也没进过 我的父亲是民国时代 不是孔子时代 那叫做古人 他在这么严格的私塾的教育之下 他还执行这古风 所以身在这个时代的女子 太有福了 你睡觉没有人敢打你一巴掌 说你睡觉的姿势不好啊 你要像钟一样 一个小时一个姿态都没关系的 所以以前的男女分工很严的 教子是父亲要出面 教女是母亲要出面 他真的教你做人的态度 后学结婚的时候 父母亲在我前面只讲过一句话 我自己生的女儿 我很清楚 你是不会吃亏的 你的公婆我也见过了 只有你欺负人家 没有人家欺负你的份 所以而今而后你嫁过去 如果你有婆媳不和的问题 你不要想回来娘家搬救兵 我们不会出面 我爸爸还真的说到做到 有够狠的 大概七八年之后 我就为了一个小事情 就闹得很严重啊 找我父亲 我父亲说你忘了我的教导吗 我不出面的 他不出面 我妈妈莫可奈何 因为闹得很严重啊 就找出我的二哥出面 以前的古人就是这样教导 那我们现在怎么教导我们的女儿 出去不要吃亏啊 对不对 经济大群掌握啊 输可忍输不可忍啊 你是嫁先生不是嫁公婆啊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们现在的交跟过去真的不一样啊 后学没有打妄语 我出门我公婆 我妈妈爸爸真的这样说的 所以我一结婚就知道 也不要太嚣张了 要不然出了事 没有人在后面做靠山啊 可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还是不够好 应该说很烂啊 可是还好 大盗救了我啊 因为学了王凤怡 就不敢太放肆了 那当初为什么闹得很严重呢 就为了结婚要的喜饼 比下面的弟妹少 我不甘心嘛 所以我就闹嘛 你说女子无不无聊啊 所以人在婚庸的时候 很难解释自己的行为啊 我还是不了解 我怎么会那么愚痴呢 但是我父母的 教导的我的话 我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也跟我女儿讲过 她当初长大 我说你教婆也要注意 不要选气 不要选先生 你要选夫家 选你的公婆 如果你的公婆 太过于强势无礼 你自己选择自己承担 因为你爸妈 绝对不会替你出面 你为人席的责任 你做好 妈你放心 我特别不想结婚 我说那这样 万是OK 因为我讲得这么好听 万一女儿真的吃亏了 我真的会像我父亲那样子 见己履及吗 坦白讲 我也真的不敢说 我怕我爱女心切 我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闲人 那我这个个性出去 我允得你这样欺负我女儿吗 欺负我女儿就是见识我 好在她不要结婚 阿弥陀佛 这我从来不鼓动的 我会说你不鼓励她结婚吗 我说不必 她又有能力养自己 又那么坚强 何必呢 对不对 选丈夫还要选 选她的公婆 我确实这样认为 后续的公婆太好了 好欺负啊 其实谁也没有选谁 各位前嫌 因缘前世定 那这辈子如果没有到老了 不能说到老 没有及时学外乐 下一辈子我就是被那个公婆 虐待的媳妇啊 你嫁到人家身上 下辈子人家娶回去啊 所以修到好啊 怎么会不好呢 最起码我就没有离婚啊 所以母亲在女儿要结婚的时候 把女儿送出门 往送之门 到了大门口 上花轿 借之曰 还要叮咛她 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 无为夫子 夫子就是丈夫啦 我们阿贤姐出门 一定受她妈妈这样叮咛了 你今天叫到夫家去了 对于丈夫要毕恭毕敬 夫自天出头啊 千万不要违背她 这就是我爸爸跟我讲的话 但是我从来都不记得 因为我只会写天 不会写夫 后续的父亲也讲过啊 夫自天出头 一丈之内为夫 一丈之外 你不要管 我虽然没有敬畏先生 像敬畏天一样 但是我确实一丈之外 我从来没有去问过 你做什么事情 从来没有 我没有那个兴趣 因为我对我自己太有把握了 你脱离不了我的掌控的啦 开玩笑的啦 我是对我自己很有信心啊 我干嘛要担心呢 不过我觉得 古人教导的古理 确实有他的道理 当然不见得要出嫁重复 但是不论时代怎么演变 做妻子的对先生的恭敬都不能少 我虽然看似强悍 但是家里面的重要的事情 还一定要先生点头 他不点头 我发发脾气 也只能泄恨 我也不会去执行 所以父母的教养很重要 那其他买菜一斤多少钱 他从来不管 我也不需要问 重大事情 一定要经过他 所以 父亲的教导也是有效啊 所以从这段经文你看到了 做父亲的 教导儿子的 是要顶天立地 才是一个大丈夫 然后做母亲的教导女儿 要沉顺 委屈求全 那是女道 他说 以顺为政者 切妇之道也 要讲究那个顺从 那是什么 那是妇人的一个道理啊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政位 行天下之大道 这个广居政位大道 就是仁义礼的意思 你做一个大丈夫 大丈夫所为何事 也无非就是能够 古时候的读书人 你要扬名帝万 就是能够再朝为官嘛 你再朝为官 就是能够推行 这个仁义的一个道理 推行仁义的道理 国内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 对上位者的态度 就是尊卑要有序嘛 那是属于理的问题 所以这三句话 其实就是谈 真正的做一个大丈夫 你的言行举止 要合于仁义理 因为你推广的大道 就没有离开 这三样的特质 所以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当我壮志能生的时候 我的报复伸展于天下 我就把仁义理 推广到天下去 让天下人皆能行此道 如果我不得志 我再也没有人要 招我为官 我自己也能够 坚守着仁义理 丝毫不动摇 自己的心智 这个才是大丈夫啊 所以富贵不能赢 凭借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此之位大丈夫 在顺境的时候 不要忘记自己在困境时 曾经立的一个志向 今天环境一变了 我们的心就变了 所谓的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了 那凭借不能移 不论外在的环境 多么的艰难 你在行道的过程里面 不可以去动自己的一个志向 别人给我再多的威胁利用 我也不会改变我自己的愿力啊 这个才叫做大丈夫 我在学道的过程 别主线我碰过一个 我刚进道场一个昆道 真的很厉害 也是一位讲师 比后学大个一两岁吧 他书读的不多 国中教育而已 住在台中那个地方 乡下的什么大理那边 后学还去过他家 他很孝顺很能干 他不但奉养父母 连他弟弟娶媳妇安家 都是他在努力的 他可以一个人煮十几桌的饭菜 我进道场 他们就教我要跟他看齐 后来他想要考同等学历 后学教他怎么读国文跟历史 因为那是后学的强项 他还进到我家来 我教他读书 他后来嫁了一个丈夫 开当铺的 那是日进斗进啊 各位前嫌 从他嫁到这样的先生以后 他就再也道场上没见过了 他在板桥两个豪宅 一间八千多万 然后出门开车 还去打什么高尔夫 有一次偶尔在道场见到他 他穿的那个衣服 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要穿的 你知道那种短短的裙子 然后上衣小可爱 他完全就跟他在道场的样子 不一样了 当年他教我要坚定道性 可是我在道场跟他相处 没有几年 他就便捷了 后来陆续生了两个孩子 心脏都有缺陷 这是真人真事 所以我们在困境 会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求 说不定你还会守志不变 可是一旦富贵在守的时候 几个能够坚持到底 他是我见的一个最切实的例子 以后就见不到了 再也没看过 只知道他出入豪宅 因为他住的地方 离我们住的新庄 就是一个大汉桥 所以各位前写 孟夫子讲的这一段事情 对你我而言 何尝不是一个单头棒喝 所以仁义 这个后学把他归出来 归出来给你们做参考 那未必我要把他讲 因为这个取材是中庸上面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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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